如果说肩顾人系列是猎奇衣食品的话 那这个街型动物呀 简直是猎奇中的战斗机 我来 鱼少特就在想 射牌游系列究竟有多少种变态生物 它们分别是什么动物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小赞一点直接开盘 首先呢先来看看比较好分辨的 开局这个大厅里的黑色一图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 第一种可能 史莱姆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第二种可能性 答变怪 有一属一 我觉得这三图很有可能 就是动物园里这些巨型生物的答变 接下来就是第二位 人形生物 这一位呢 动物园管理员没什么好说的 第三位 就是声音和外形极其相似的猴哥 第四位 从外形上来看 应该是一只猫 还是一只笑脸猫 然后呢就是第五位 它的爸爸恐惧猫 第六位 有一属眼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只青蛙 直到这祸发出了 好家伙啊 居然是一只牛牛怪 接下来就是这一位 话说你们觉得它应该是什么动物呢 想来想去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只蜥蜴 并且呢 和它生活在一起的 还有一只鸵鸟 哈喽 你看看这头 360度无死角旋转 接下来 同样是比较好分辨的 大小 闷着眼睛 并且不会攻击的巨型兔子 头快要掉到地上的长颈鹿 还有这个海洋馆里的巨型鱼 那么除了这种比较好分辨的 还有这些不好分辨的生物 光看这个大鼻子 我觉得应该是 猪 如果不是猪 那应该就是一只口的 你们觉得像什么动物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 然后呢 就是这一位人形生物 从所在的区域 可以看出 这应该是个空虫 所以大概率 这就是一个竹节虫 接下来 同样是人形生物的怪物 虽然这个身体 瘦得跟竹竿一样 但是从头部的轮廓来看 应该是一只狗熊无疑了 最后呢 就是这两个小不点 一种呢 是绿色 另一种呢 是红色 那么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动物呢